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我自己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看法 刚才也有很多说过 可以透过个人努力 可以改变命运 接受多些教育 将来可能生活有所改善 但是如果结构上是不公平的话 你都是个别人士 才可以解决他个人的幸福问题 大部分人都受到社会不公平的组织制度所影响 我都可以叫做资本家 某个程度 不过我还有一个相对开放一点的思想 视野去面对整个社会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都读过一下马克思 试过在70年代 找回一个读经济的同学 我跟他说马克思 被他笑到我面黄 说这些东西还有人说的吗 过了事的了 我发觉到了二十一世纪 有人说回 我自己看到就是 为什么社会出现这么多不公平的东西呢 贫富懸殊呢 作者呢 作者呢 只是说了就是 刚才主要说他就是 那个 那个 资本 那个 增值的 rate 是快过经济增长的 rate 那什么原因造成呢 我认为呢 最大的原因呢 是 首次分配的不公平 什么是首次分配呢 我们生生的财富 我们经济活动 是不断製造新生的财富 那这个新生财富是怎么分配的呢 现在呢 现在呢就是 工作的人 是拿工资 是吧 投资的人呢 是拿股息 工资 那就是我们要 有生生的财富的产生 当然需要有人投资 也都需要有人去工作 但是 哪样东西重要一点呢 现在呢 我们那个 社会制度呢 现在你的法律制度 你们经常说 什么地产霸权 惡法 我说最大的惡法呢 就是 公私法 公私法呢 就是 保障了投资者 拿了大部分社会的生生财富 因为公司赚的钱 是以股息的方法 派给投资者 工作人员 拿什么呢 工作人员拿的叫做工资 工资 是跟什么挂勾的呢 工资 是跟人力市场挂勾的 不是跟你生产出来的财富挂的 所以我都打过工 打工是很不强的 因为不是半斤八两 不是你有多少贡献 就是分多少 公司赚的钱是跟你无关的 是股东的 公司间中可能分一下花红 出一下商量 但是都是占利润的一个很小部分 你没有一个分取利润的法律途径的 又会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 我为什么说工作人员应该有得分呢 我自己的公司 包括我办的报纸 我都是采取三三制 三分之一的收入 三分之一的利润 就给工作人员 三分之一的利润 才给股东 最后的三分之一呢 拿来公司的再投入 再发展 我觉得这样才有一个平衡的发展 为什么工作人员 我认为应该有得分享利润呢 因为纯粹资本的投入 单有资金 是不会产生新的财富的 你有那笔钱 如果你放在隔万锁住它 隔两年出来都是那笔钱 分分钟贬值了 你去进行生产 但必须有人的 有人去add value 所以生生的财富里面 相当一部分是靠人的努力 无论你智慧也好 体力也好 add value也好 才产生到新的财富 那这些财富 是不是生产者应该有得分呢 现在就是生产者没有得分 没有得分 你去争取现在的工会 什么争取最低工资 我觉得真的没有出息 争取最低 永远都是相对贫穷状态 我试过问那些高人团体 你为什么不争取 要分享公司利润呢 谁可以的 如果你连这个最根本的 如果国际歌要奪回劳动果实 你连劳动果实都不敢去要求分享一笔的话 整个社会的贫富懸殊 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 因为你只是按照人力市场 那个平均工资 就不是真正的获益 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 就是投资者拿了大部分的新生的财富 那刚才也说了 李嘉诚花得多少钱呢 李嘉诚大部分的钱都花不完 一个就是 现在社会上 为什么出现overcapacity 就是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的原因就是 需求不足 消费不足 大陆都是 经常说 要带动内需 刺激消费 说什么 你都不分给他 他哪能消费 你大部分生生财富 落入少数人的手上 普通人很多东西买的 你试试给一些基层 你问他有没有东西买 有很多东西买 不过没有钱而已 有钱的人 餐餐吃鲍鱼 胆固醇过高 给你多几个美女 证明你无能而已 事实是人的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普通一个人的消耗能力 是必然受到他自己身体的局限 所以他赚多些钱 不会变成社会需求 在不会变成社会的需求下 变成有一部分人积累过多 本来说金融中心的功能 银行、金融业 就是将积累下来的资金 引导回实体经济 但是能否引导下去呢 美国都QE 做这么多 为什么实体经济不增长呢 因为实体经济已经产能过剩 它十条生产线 已经停了三条 你再开多三条 一起停了它 没用的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 积累的资金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资金 无法落入实体经济 就是因为分配不公平 大部分的人的消费能力不足 结果那笔钱怎么做呢 那笔钱 如果你去投去买股票 买地产 如果那笔钱去买地产 买到楼价 超越普通人的负担能力 要住劏房 如果那笔钱去买股票 就变成了股票 PE去到三四十倍五十倍都有 再没得去 好像大陆 蒜头都炒了一轮的 就是因为没有订去 美国人很厉害的 没有订去 他找些订给你去 就叫做衍生工具 买股票买到这么贵 你不想买了 让你买牛红症 买equity link wallen accumulator 那些是不是资产呢 那些不是资产 那些是投机工具 投机得多 总有一次爆煲 所以出现金融海啸 所以整个社会的 金源就是分配不公平 如果整个资本 为什么不公平呢 因为现在 拥有资本的人 他 他无端端都可以收利息收租 那 利息 纯粹看回资本 那些不是我的理论 是浦路东的那些说法来的 那 你 钱 本身是什么呢 如果说美元 以前是 换取一定比例的黄金的一张卷 以前中国人叫做银票 你放了钱在银号 他写一张纸给你证明 你有多少钱在银号可以去换 那 那 为什么 世界上的财富 大部分财富 大部分财富 生产出来的财富 都是不断贬值的 会计上的叫depreciation 一定要折旧 但是变了钱之后 就没得折旧了 真正的财富在折旧 一旦你换了货币 你不单止不用折旧 还可以增值 还可以有息收 如果你说 普通生产出来的财富 农产品 如果瓜菜 两个礼拜烂了 卖不出 谷物 擠下仓 被老鼠偷 虫柱 煤了 一两年后都不值钱 如果你说 我手机 我说 你拿它用 老爸怎么拿出来 用得都说不用得了 就是很快就不值钱了 所以我们生产出来的财富 都是不断贬值 不断蒸发 但是一旦转了做钞票之后 它擠到银行 还会增值 那就是这件事 都令到拥有钞票货币 或者资本的人 它是可以不断地膨胀 而靠工资生活的 尤其是餐饭吃 餐饭清的 它就很危险 因为钞票可以积累 还可以有增值 如果你的劳动力 今晚卖不出 可不可以留回明天卖 明天就买明天的劳动力 所以你打工 如果没有资本积累 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你是必然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境况 我自己认为 抄票之所以可以收息 其实是一种风险的成本 因为银行拿去借给人做生意 所以我自己看 那个 Return Rate on Capital 其实不可能长期向上升 因为 你刚才看的表 我现在没在 就是它在大萧条的时候 Return Rate是跌了下来的 就是 你放钱在银行 有利息收 是某一个时期而已 就是说 经济增长的时候 你的钱借给人 人家做生意有成果 就有一部分可以给你做利息 但是 如果出现现在的状况 经济不增长 现在利息这么低 不是说加就加 因为经济不增长 经济增长这么慢 你做生意都没有钱赚 人家怎么给到利息呢 所以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你试过借钱给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借钱给人 我的经验就很痛苦的 大部分没得还的 那为什么借钱银行有得还呢 银行难道比人多 我觉得不是的 大部分借出去的钱呢 一到经济不好的时候 都会没得还的 有一种说法叫剪样帽 去到某些日子就要剪样帽 塞浦老师就试过了 传了下去收一半 借不借呢 不借就没有了 那这些要接受 所以就是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就是你放钱下去银行 还有一些回报 但是可以去到某些位置 譬如大衰退啊 上次金融海啸 如果不是 硬硬去印多些银子出来 可能很多人的资产都要蒸发 有钱人的钱这么多蒸发些 那些本来是没所谓的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出现大衰退的时候 有钱人的钱蒸发了一部分 他都还可以生活 而普通人的生活 可能在这些日子 就非常之困难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解决 现在的资本主义 经常会出现周期性衰退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在财富的首次分配问题 应该是工资之外 我自己公司的做法是什么呢 员工先拿市场工资 股东先拿市场利息 一起做事还有钱赚呢 就分三份 员工一份 股东一份 再发展一份 如果不是在首次分配里面 去公平化的话 现在很多 比如作者所说的 都是透过二次分配 就是说政府抽税 重新分配 政府抽税重新分配 它好像可以公平一些 但是政府做事效益很低 不贪污呢 你给它分一分都分少了很多 不是一个好的途径 而由政府来分呢 只能够懂得做 按人头平均分 结果呢 是勤力的 受到打击 不努力的 反而得到一样的报酬 这样的情况下 对社会没有好处 也有所谓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就是 靠有钱人大发善真 去搞慈善基金 去做慈善事业 但没什么差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要争取 社会有所改变 应该在首次分配那里 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 我其实是一个支持私有产权的 他说 那这些工人不是造反 本来属于投资者的 你有得分 私有产权 首先出现就是 透过劳动 透过努力 生产出来的财富 他有得分 第一次分得公平 以后才有得公平 所以我自己认为 未来的改善应该是 首次分配 就是工作人员 分享他生产出来的财富 去解决问题 我说这么多